小姐 鐵哥叫我來找你吃四國料理 可是為什麼要燒稻草啊 師傅 我的那個 日本人家的名長 叫大鯊魚 用鮮魚 我以為用鮮魚是生魚片的一種 我覺得親眼見到用稻草 來烤鮮魚做生魚片的 四國傳統料理 大鯊魚 就是說這一家是三百年前 從四國一位漁夫想像來的心肝法 演變而來的唷 很熱耶 要再拿看看 好啊 幫忙一下 不會很重 不會很重 加油…我等一下要… 等一下要布刀找 布刀 好… 怎麼這麼用 這個小說有五公斤重耶 好重 很重耶 很重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想像這個 烤鮮魚這麼的困難 對 而且這裡面超高溫 布刀想辛苦耶 不會… 這個一定要 可是為什麼要用稻草呢 為什麼不用別的雜草啊 或是稻植啊 應該我在想 三個原因了 第一個是火量很大 第二個是我稻草的香味 對 還有第三個是不用錢 不用錢 為什麼不用錢 你為什麼… 是不是特別去哪裡找 為什麼不用錢 路邊拔的嗎 我去護理拿了 護理 我的朋友自己送點的 可是烤出來真的會有那個 稻草的那個香香的味道嗎 對 有 真的嗎 謝謝耶 很快耶 其實我們才烤了差不多兩三分鐘 這個鮮魚就已經烤好了 這個我們日本人說叩 叩 為什麼叫叩呢 為什麼 對 日本的叩的意思是 打的意思 就是叫它入味 把醬汁滲透到那個魚肉味道裡面 對… 這樣吃起來會更好吃 那這個是什麼醬啊 這個是柚子醬 柚子醬 對 聞一下看看 很香耶 很香喔 這麼遠都聞得到 對 所以這個味道很適合 對 對 那個溫柔嗎 還是說我可以 比較用膩一點 像一下那個 老公還是老公用我的臂股 喔 不乖耶 對 為什麼電話不接 為什麼那個 賴已讀不回 哈哈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翻面 不用 沒關係 跟這個煎魚還有柚子 結合在一起 味道會更香甜 所以在這個 四國料理當中 本來就是這樣吃 還是說你自己去研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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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這樣的 方船的作法 最傳統正宗的日本味就對了 對 大火燒至新鮮煎魚 時間拿捏得恰如其分 外皮不能太焦 內部的魚肉又不能太熟 才能烤出這外熟內生的神魚片 而接著呢 林霜特製的柚子醬 在相片頭打打打打 跟小料醬末 和大量的蔥花橙味 日本四國俊宗漁服料理 叩咐就完成囉 開動囉 郝さん我要開始吃囉 哇 我要來先吃一個原汁原味 不要沾醬的 這看起來有點像牛排 外面焦焦裡面 非常的紅潤的感覺 好特別喔 因為它那個 稻草的香氣 還是在我嘴巴裡面 然後久久沒有散去 而且 它外面這個 真的是烤得焦焦脆脆的 有一點硬度在 然後裡面這個肉的質地 很難形容耶 就是剛咬下去的時候 是覺得好像QQ嫩嫩的 然後有一點點的嚼勁 但是呢 吃到嘴巴裡面以後 它會這樣子 很順很順的散開來了 有一種入口即化的 綿密的口感 喔這個肉質很特別耶 郝さん すごい耶 我教你 基本是 後面有這個洋蔥絲 加一下 加一個洋蔥絲 加一個洋蔥絲 還有 薑蒙 還有蔥花 蔥花 再一起吃 好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哇 只有是另外一種 沾醬的吃法 然後我們沾一點柚子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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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個味道 好多層次喔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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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那個 那個 蒜跟薑的那個辛辣的口感 先嗆到我的嘴巴裡面 然後第二個層次出來的就是 魚香的味道 嗯 倒香的炙燒的那個香氣 嗯 跟他們搭配在一起 很搭耶 嗯 喔 好吃 所以這個辣椒是不是用芥末汁 嗯 不一樣喔 如果蘸芥的話就 有製不製來 倒澡的香味 喔 因為那個 芥末的味道可能會蓋過 對 它那個炙燒生魚片的香味 喔 好好吃喔 太好吃了 真的不愧是四國 傳統的達達奇吃法 烤熟的魚皮表面 口感香脆 搭上裡頭 顏色紅潤的新鮮魚肉 哇 入口雞瓜 重點是呢 摻雜者的道相 可讓整個味蕾大升級 但究竟是什麼機緣 讓購桑決定在台灣發展四國料理呢 原來十多年前 跟著回到老婆家鄉的購桑 發現花蓮的地理環境 和自己從小 土生土長四國幾位相似 在花蓮是 像我的故鄉環境很近 有海有山 而且這邊有太平洋、黑棗 那我的故鄉也是有四國 高中縣是有太平洋、黑棗 一樣的牽引就有常染 那剛好花蓮是有米的地方 那隨時都可以拿 容易拿到稻草 所以我想要做尷尬 因此是在好想家的購桑 決定自己來做 從小看到大 也吃到大的稻草烤煎魚 一方面能一解思想之情 也把自己最自豪的家鄉美食 分享給大家 只是購桑說 我們這趟來拜訪他 吃到的叻叻跟別人很不一樣喔 一方面講 今天你知道嗎 這麼大的一樓 你們印記好喔 哇 我以為都是這麼小小像秋刀一樣 沒有 這麼大 你看 哇 已經跟我的手臂一樣長了耶 平常都這麼大嗎 沒有 今天是特別大的 今天特別 你們印記好了 哇 好幸運喔 你們說說 我們怎麼可以這麼幸運 竟然能吃掉這巨無霸的稻草烤製 鑑魚生魚片呢 好 還有喔 我有一股更厲害的四股的名長 是什麼 很多藝人也有想要你們吃的 真的嗎 對 多少 真是 是 炸自白生蛋 這兩種東西可以放在一起嗎 可以 這看起來也太特別了吧 豬排加上抹茶口味 這樣子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好好奇喔 我教妳怎麼吃 好 那先拿一條自白蛋 好 那我就選這一個 然後呢 挖一點點抹茶冰淇淋 來 這樣在上面 好 然後 那這個蘋果好了 好 這樣子加在上面 對 對 加在一起吃 好 我要 準備嘗試 豬排冰淇淋是什麼味道 鹹鹹 甜甜 冷冷 熱熱 這個層次好豐富喔 加上這個蘋果的這個蛋香 可以化解豬排的油膩 所以吃起來 那個嘴巴的味道 非常的豐富多采多姿 真的是一道好特別的料理喔 豬排和盛代 這天差地別的兩樣食材 卻意外地結合 經過高溫油炸的厚切豬排 酥脆多汁有嚼勁 但它的果伴 竟是冰冰甜甜 帶著香氣的抹茶冰淇淋 冰火雙重色 絲毫沒有違和感 又加上水果果香的大刺 不誇張 忽冷忽熱忽甜忽鹹 口感有如煙火在嘴裡綻放 一樣令人驚艷呢 當初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創意呢 大概十幾年前 看電視有 已經有 四國電視看到的 對 泡河 而且有一些環帽的店都會有在 大概過了十年之後 我就想到 這個要不要帶過來 再花點開始賣 原來豬排盛代是大約十年前 由四國的水野親子所發明 一度在東京京都等日本各地 掀起豬排盛代風 更曾是天后安世奈美會的最愛 而購桑因為是同鄉 所以自三年多前和 雪野親子簽約 決定將豬排盛代引進台灣後 果然噱頭滿分 吸引不少觀光客 衝著它來花蓮朝生 榨汁擺盛代的部分是 因為有比較 算是特別的 不算六里的 那是算甜點的部分 哪一種東西不是常常吃的東西 但是很多外地的個人 他們來 也有吃雜汁擺盛代 別看購桑的四國料理 從花蓮航遍全台 其實剛開幕時 道地的四國口味 對台灣人來說 建設度備受考驗 但這卻不改購桑 對家鄉四國料理的堅持 看開幕的時候 很多客人跟我們說 有一些微生湯 有一點鹹 還有這支牌旁邊的口味 在吃 為什麼生汁 為什麼沒有澡 但是我就不想開扁了 Tataki的話 有跟那個芥末一起吃的話 就吃不到稻澡的香味 所以我就沒有對見了 而且在日本 我的湖上也是 沒有人用過芥末 那我就開一遍 就當然是容易開一遍 但是那就 我來這裡的意義就沒有了 花蓮舌不用拔到日本吃了 來我們吃吃就好了 就是因為有四國廚師 夠爽的這股執著 還能讓咱們這趟 來到花蓮尋找日本味的 第一頓大餐 就吃到這麼正宗 這麼道地的四國料理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